大家平安 欢迎继续跟我们一同来阅读圣经 我们今天来到出埃及记第29章 在昨天28章的时候 圣经把那个焦点放在 祭司的服装 胸牌 以福德等等 第29章 那个焦点则是 祭司的旧职礼 或者是案例的礼拜 用今天我们的话来讲 那么 这一章的经文也相当长 总共有46节 我想我们可以在当中 做一点点的反思 透过其中一些的细节 我们一起来做一些的思考 第一 我觉得我们可以把那个焦点 放在第一节 第一节那边讲什么呢 这是 你使他们分别为圣 做侍奉我的祭司时 所要做的事 就是这个旧职礼拜 其实是要帮助 这些的祭司 被分别出来 分别为圣 分别为圣 归给上帝 这是昨天我们讲的 那个服装 有一块的金牌 写着归 耶和华为圣 圣洁在希伯来文的原文里面 其实最基本的意涵 最重要的其中一个意涵 就是把它分别出来 分别出来 set apart 放在一边 但是这个分别出来 是要归给上帝的 祭司 祂的服装已经表达 祂这个人是要归给上帝 这个职份是要归给上帝的 因此作为上帝的仆人 祭司 今天如果我们看我们作为牧者 我们是要把自己分别出来 归给上帝来去使用 因此 这个旧职礼拜里面所要做的所有的事情 其实都是要表达这种分别出来 比如说那个服装 那个膏油 在第七节讲说 要把油膏在他的头上 在旧约三种的职份是有膏油的 祭司 先知 以及君王 膏油 他的服装 穿着以福德 那种很隆重 而且还要把这个的冠冕 第六节 把礼贯带在他的头上 在卫理工会 我们的牧师的旧职礼 基本上还是比较简单 我们只是穿着牧师衣 外面穿着一个的袍 我们就跪在这个的圣台面前 会读 就会为我们来做案例 那么 但是如果我们看这一个圣公会 或者天主教 那他们的案例的礼拜 特别是主教的案例 bishop的案例 你会发现到是非常多的礼仪在当中 有帽子 有这一个的拐杖 然后他的服装是很鲜艳 很多不同的图案等等 那我现在还是搞不清楚的 那有些时候我们外行人 我们这些外面的 我觉得穿起来穿到这样 戴着一顶高高的帽子 如果你看过圣公会的这些的牧师主教 高高的帽子 拿着那一个牧羊人的帐 等等 这个服装是很隆重的 我们讲 这个感觉上好像是很了不起 那对不起 如果我们回头看看这些的经文的表达 这一些的装扮 这些的服装并不是要让那个人觉得了不起 这是一种分别出来的角色 平常人不会这样子穿的 对吗 这两天我跟弟兄姐妹一些教会的领袖 我们去派圣诞礼物 大家都穿衬衫 牛仔裤或者长裤穿的很整齐 那我选择穿穆斯衣 只有我能够穿穆斯衣 因为他们不是按理的牧师 我是穿穆斯衣 那么我这个穆斯衣就是一个分别出来的角色 当弟兄姐妹看见这一个人就知道这是牧师 这是侍奉上帝的人 当然我们都是侍奉上帝的人 但是牧者是在职份上 就是要全然投入来服侍上帝的 那一种的代表 那一种穿着穆斯衣的这种代表性 是要表达上帝要与人同在 这个人是要摆在神的面前 对上帝使用 分别出来 不管是主教的衣服 牧师的衣服 那都不是一般人去穿的 那我们要很看重 我个人就很看重牧师衣 特别是在某一些的岗位 我就特别要穿着牧师衣 在追思礼拜 出品礼拜 再去到会友的家 为他们按分派圣餐 那我都选择穿牧师衣 因为穿牧师衣跟不穿牧师衣的分别在哪里呢 当一个会友看到这个牧者 当然他认识我是他们的牧师 但是如果穿上牧师衣 他会对这一个牧者的形象是更加鲜明的 分别出来被上帝来去使用 我想这是传道人我们都要做的 不管我们是不是按理的牧师 但是传道人我们就是要分别出来 归耶和华被上帝来去使用 这是上帝对我们生命的护照 第二 在这段的经文当中第九节 那边讲到说 要给亚伦和他的儿子 戴上腰带裹上头巾 他们就凭永远的定律 得到祭司的职份 最后一句 又要受圣职 consecrate 把这个的职份 受给亚伦和他的儿子 那有些圣经学者提醒我们 这一个把职份授予的 这个的希伯来文 其实也是充满 把职份充满 亚伦跟他的儿子 把职份给他 把职份充满他们 那我看到一本的注释书 那一个的作者就表达的很有意思 他说 这一个使他们充满 把职份充满他们 如果要更直接白话一点的表达 就是说使他们很忙碌 对吗 把所有的工作充满他们 让他们很忙碌 做牧师是不是要被搞到很忙碌呢 那我想那一个的表达 这个职份放在你身上的时候 当我们真正专心投入 来去侍奉神 侍奉上帝的教会 或者侍奉上帝所托福我们的各种的岗位的时候 那的确是邀请我们 全心投入在当中 这包括弟兄姐妹的服事 其实作为牧者 很多时候我看到教会的弟兄姐妹怎么样投入参与侍奉 我心里面是非常感动的 弟兄姐妹有自己的职业 但是他们仍然在 他们可以挤出来的时间 他们就在教会里面 或者在上帝所托福他们的工作上 全程的投入 你发现到其实是很忙碌 大家都很忙碌 但是那种的喜乐 因为侍奉神而来的喜乐 那是不能够被取代的 有一次我在 有些弟兄姐妹有时很关心我 特别是有时候会说 牧师我们有一些的地方 有旅馆的优惠 不如就让你跟家人去休息一下 我当中有位弟兄 说要邀请我去一个旅馆 去度假至少一个晚上 那一直都安排不到时间 我现在的时间表排到农历新年 我跑完农历新年过后 可以有一小段调整的时间 作为一个牧者 并不是要把自己变得忙碌 我想整段经文的表达是 当我们投入在服饰里面的时候 那种全新的投入 尽可能的投入 那是非常宝贵的 有时我看到弟兄姐妹 有时对我说牧师辛苦你了 有时我会觉得不好意思 因为我说你们都不讲辛苦 我作为一个牧师的 我怎么能够说辛苦 要跟弟兄姐妹并肩作战 一同的来去服侍上帝 当然我并不是说我们搞到自己没有的休息 不懂的休息不一定是很好的 不懂的休息可能是一种骄傲的表现 认为这个世界没有我不行 不是这样子 我们需要懂得怎么样的找到平衡 但是我觉得经文想要表达的是说 这一种把充满 把这个岗位充满在这个人身上的时候 是向这个人发出一种的邀请 对经文来讲是祭司 当我在阅读的时候 我觉得是对我来讲是 把牧者的职份放在我身上 或者对兄姐妹来讲 把小组组长 把执事 把一些事工的岗位放在我们身上的时候 其实都在邀请我们全情的投入 来去侍奉神 因为神配得我们这样子来侍奉他 第三 我想我们可以看到这段经文当中 有几个的献祭 我就不太多的去讲因为时间的关系 第一个献祭是赎罪祭很清楚 表达我们的罪要被饶恕 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来服侍 第二是番祭 番祭是一种表达感恩全然献上的一种的表达 因为番祭是没有得拿回的 就是全部就烧给上帝 然后第三种的祭物在第24节是摇祭 或者在后面的经文也谈到平安祭 这是一种与人分享的一种的祭物 表达神跟人之间的和好 这三种的献祭都在祭司的旧职里面来去呈现 所以我想他就扮演这三种角色 祭司的岗位就是要使人与神和好 平安祭 然后也宣告神的赦罪赎罪祭 然后带着百姓全然的把自己摆上 反击 因为神帮助我们 不管我们当中是全职 好像做牧者传道的 又或者是我们带职在上帝面前来服侍的 求神也都使用我们 让我们都能够在神所托福我们的岗位上 来服侍他 也被他使用 我们同行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 你的恩典够我们用 你呼召我们在你的国度里面有份来施奉 这是你给我们莫大的恩典 让我们能够全情投入 也经历你的同在 你的力量 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